二战时期,很多国家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,苏联作为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将,获得了很多日本战俘,作为战争的主要挑起国之一,日本对很多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,当然它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,承担了历史骂名,久久无法平息。 众所周知,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异常残忍,为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,不惜对无辜的平民百姓下手,对那些战争中的俘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,在这样的情况下,很多国家都对日本痛恨至极,以至于日本的士兵在被俘虏之后,也是遭到了非常可怕的对待。